在各位風流浪子中間呢 有點難以判斷的是 小馬你認為你會在哪裡 我覺得我應該在6到 不然就是很有可能爆冷門就是10 不可能 你真的想多 真的想多 現在變成 你講的是我又把那個背板吃下去 有 在這板 被他吃下去 你是中國人 你不是馬子狗 現在其他名字 我會怕說他消化不好 我覺得我在第三名 現在其他名字好像不重要了 第十名字關鍵 小馬的口碑 你可能會在前三才對嘛 我覺得很久以前我覺得 我自己都覺得我在前三名 可是我已經把那些浪子的一些 交棒給高山峰 可是因為你性教的 你跟牧師對談的事很多人不知道 可是我說實在 我到圈內我去錄影或看到女生 我很少跟他們去講說 要互動或幹嘛 我的互動都說要不要一起去吃飯 而且我都是揪大家去吃飯 我也沒有說特別要單獨約你去看電影 所以不太會有人家有這樣感覺 你認為現在的話 合理的判斷你應該在六 我覺得六啦 OK 你不可能跑到前四去嘛 對不對 算了 講話保守我 你覺得六我應該不可能 那馬國賢有可能在前四嗎 不可能啦 他是馬子狗二號的 所以馬國賢應該也可能是在六對不對 對 我覺得我應該是在六以後啦 六或十 六以後就剩十啊 六或十就六或十啊 你再四啦 對啊 不可能 我們先為大家揭曉第四好嗎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第四名 請看 好 真的是 真的是 漂亮 好 綠茶 三十一個桑子 很熟吧 對 第四耶 要四 恭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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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茶 好 綠茶 恭喜 綠茶 你終於有糖啦 有出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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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會在四啊 各位先生 我跟你們 我們報告一件事情喔 綠茶不但在第四 而且他所有的票數當中 沒有正面票數 我跟妳說 靠哥 因為台灣是很小的地方 我跟妳講 真的會有風聲 真的會有風聲 所以我覺得 不是 他可能在外面的形象有一點點問題 不是啦 其實我幫他講 因為他喝醉酒的時候 他比較開心的一個人 而且我不是很了解 這些投他負面票的人 因為感覺上都跟綠茶不是同位 對啊 我們播給大家看吧 不要看了 綠茶不用看了 我媽啊 最發誓的人呢 我想絕對是綠茶 也要看那一部很老實 很天真又很善良 其實他法媚的功力 真的是妳 然後A 我個人覺得 最不忠心的人應該是 Green Tea 綠茶 就是妳 為什麼我會覺得是他呢 因為我覺得 他常常流連忘板在一個 就是深色的場所 然後呢 雖然是我沒有很深很深的了解他 但是我覺得就是 應該有還滿多小女生 都是被他就是... 對 是不是很花心很愛玩的是綠茶 因為我認識你 好負面喔 我覺得所有廠商會很感謝妳 綠茶大賣 綠茶 綠茶你完全欺騙我 真的耶 因為 調查局還是會... 而且那幾個都真的是妳認識的 為什麼還會講成這樣 對啊 我就不懂啊 沒有啦 我們也不懂啊 不是 如果... 如果綠茶是放在一批 很清純的人士裡面 票數比較高就算了 可是 他是跟各位風流大哥們競賽耶 結果 還行耶 能夠這麼多人把跳投給妳 我這麼不懂 所以我好了 其實妳說句話 接下來為大家揭曉第二名票 請看一下 好可怕喔 第二名是誰 祝先應該是實至名貴吧 差不多啦 對啦 差不多啦 好 祝返崗 差不多啦 你的正面票數是0票 OK 好 我們看看他得到多少票 那最不忠心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祝返崗 我覺得呢 最不忠心的人呢 就是祝返崗 最容易不忠心的 那我覺得沒有什麼好選的 就是祝返崗 我覺得 應該是祝返崗吧 應該是 接起祝返崗吧 我常常有耳聞說 祝返崗它常常就是 然後到處把妹 但是其實說它不忠心 我覺得它也是有點 原罪啦 因為你知道它畢竟本身長得 又高 又帥 又挺拔 就像它講對女朋友忠心 那些 那些那些你知道 花痴女還是會黏到她身邊 導致她不忠心 所以我覺得 太滿可憐 但是她就是不忠心的臉 因為她長得很帥 我覺得她身邊的又會 應該會很多 可能幾乎就是 就是換那個衣服一樣 你知道嗎 我覺得應該是她 因為她的女人員 也像很好 所以就是 她不去招惹一些花蝴蝶 那些花蝴蝶都會靠近她 謝謝 謝謝 你反正你換女朋友的速度 就像換衣服一樣快嗎 很慢 我 很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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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服我們 交女朋友 不太長 你交往最久的女朋友是多久 大概兩年半吧 其實滿久 兩年半 兩年半 那最快結束的 大概 一天 十分鐘 一個 一個月上架 所以大家對你的印象 只是來自於你的外表 是不是 剛才大家都感覺是這樣說 應該是 花花公子的樣子 可是你又滿高興的吧 因為很多人說 你是因為長得太帥 所以很危險 對啊 我覺得那個 感覺 有好有壞 你現在是不是很得意 對 剛才黃莉在講你的時候 那眼神都在跟你放電的感覺 因為感覺就跟白雲會得到 任何票數得到評價是完全不同的 對 剛好哥 我覺得 我覺得這應該是有套好的 我怎麼會在第四名 我還是不搞不清楚 沒有人在理你 所以這樣我都很想說 這是我的錯嗎 不是你的錯 你這句話也太不要臉了吧 這是我的錯嗎 好 那我們現在還沒有揭曉的呢 在座還有機會 我們來看3好不好 3嗎 對 你要看3嗎 我想看10耶 我覺得6好6就不用看了 就看3好 對啊 3好 6沒有什麼是不是 6就 因為6可有可無 因為1也1也不要看 我們先把可有可無的看掉 先看6 6就好 我們先看第六名是誰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六名 是不是 這個真的是 馬國賢 那叫馬國賢是第10耶 小馬竟然得到了一個可有可無的位子 OK 對 因為我真的我很少跟那個 圈內的女生 尤其你剛剛馬國賢那幾個 是我 我跟小薰比較熟嘛 我覺得這樣寧願 像駐盤剛剛一樣 得到一個八八公子很帥的外號啊 喂 不要這樣 你要嘛就是風流 要嘛就是馬子狗 你這是什麼啊 對啊 大家不認識你啊 不熟 不熟 你又出現了一個不熟 好 看他小馬的跳出 那我覺得呢 裡面最不忠心的應該是小馬哥 因為我曾經 曾經在節目後台 看到他跟素人來賓搭訕要過年 真可憐的小馬被爆料囉 但是不認為他花生的人有誰呢 我想最忠心的 我投給小馬哥一票 因為之前聽說他跟學美皇后在一起 結果他出外景之後 這個女生就目前要消失了 可是他在節目上 竟然沒有批評這個女生 其實就是感覺很包容 而且有時候我在女生社區 看到小馬哥一個人就是 默默地走在街頭 我覺得好寂寞的一個痴情的男子 所以應該是最忠心的 最忠心的我覺得是小馬哥耶 因為畢竟他雖然也年紀大了 然後又常出外景那麼累 所以現在他應該很想要安定下來 所以他絕對不會偷吃 目前選擇的是小馬 因為呢 自從他受洗之後 成為一位基督徒之後 他整個人個性大改變 而且呢 他現在非常渴望有一段 穩定的感情生活 然後而且是以結婚為前提的 的方式來交往 所以我在這裡祝福小馬 那我相信他有了這另外一半的話 也是上帝的情緒 謝謝 謝謝 雖然正面票數有三票 可是我相信各位都只想知道 白白說那個在後台 我根本就忘了 素人 他剛剛有講素人 那應該是你姓教之前吧 對 應該是滿久 因為我很久沒有碰到白白了 OK 但是那個 因為那個像我常常我圈內的 幾個女生好朋友 小禎 Vicky 然後婷婷就是少欣的老婆 你看她們都是人妻 可是我為什麼跟她們去玩 我都是幫她們帶小孩 我說來…跟素館 然後她們就來這邊吃飯 然後喝很久我就幫忙帶小孩 你不相信了 你不相信了嗎 你告訴我 你告訴我都不相信嗎 沒有 沒有 我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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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那麼像老人好不好 你不要那麼像老人 我忘記了 我聽不太久了 還要拿 我真的沒有做那麼久不錯了 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 你來一杯熱水 等一下不會站不起來嗎 應該你在第一次 我在第六 你不是在第… 你不要來表演 你不要來表演 我現在要錄影耶 OK 好 這樣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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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名也就被認為 最中心的那個人 應該就是馬國賢 國賢啦 應該是 應該是 好